大家好 和大家說說這個星期的外匯市場走勢 這個星期內美元從高位逐漸下跌 美匯指數上星期四時最高93.7 慢慢跌下來92.8水平 我想最主要是美國方面新型肺炎變種病毒的威脅似乎感覺上不大 所以避險情緒沒有一個星期前那麼高 沒有那麼高的避險情緒很自然 美元的避險需求也小了 一些商品貨幣的反彈比較大幅一些 而在歐元方面也在一些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1.1650是有一個挺龐大的支持 暫時似乎落不回1.15 有一些短倉的回補 所以歐元又反彈 商品貨幣又從低位反彈 油價也回到70元以上的水平 亦都幫助加智做了一個挺好的反彈 我想在接下來 當然這個星期六的Jackson Hole 那個央行聯會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會在上高有演說 過去一兩日美國的長期息率有些少的上升 大概升了10點至1.33的水平 我想可能市場買些保險 預防鮑威爾在年會上高釋放一些比較鷹派的訊號 例如說他會暗示什麼時候開始停止 或者減少買債等等的收緊訊號 不過我覺得其實鮑威爾不會變得太過鷹 因為在九月份美國在國會方面有很多重要方案要通過 聯儲局暫時不能表示太過鷹派 或者對通脹太過害怕 否則在國會裏面可能很多方案和辯論過不了 所以我想美元暫時的弱勢應該可以維持一陣 不過大家知道上一次聯儲局的會議紀錄 說過11月或12月會開始減少買債 所以如果貨幣反彈的話就建議暫時在一些位置獲利 澳指如果是0.74可以沽出 柳指0.7080可以沽出 美元對加指1.24的水平平盤 美元對日元上到11月會沽出美元 如果是歐元上到1.19的水平可以獲利 而英鎊上到1.39也可以暫時離場 人民幣方面沒有甚麼特別 上次說過6.5的水平仍然可以買美金沽人民幣 我想暫時也是這樣 等到6.28的水平才能考慮獲利離場 今個星期要和大家說的是這麽多 多謝各位